国画大师普新宇这件良居图卷是细撒精、纸本、色色化 本幅重23公分,横215公分 画面上有20匹不同毛色、姿态各异的马匹 自由自在地聚散、驰骋在草原上 马匹的形象相当细腻而生动 背景素食和草坡的色彩则异常地清新淡雅 展现出普新宇身为文人画家的气质和风格 普新宇出生于前清的皇室贵族 自幼就有机会接触到骑舍 所以他对于马匹的习性和身躯结构都有很深刻的认识 再加上王府里收藏了很多古代书画 其中也有画马的名机 包括旁代画马名家韩干的赵叶白 很自然地成为普新宇临摹学习的范本 在这幅梁居图的尾端 普新宇除了以凯书提了两首七言绝句 另外也提到 席见上寺院马多西垂良郡 今不可得而建议 必持海鱼追写此福并提二诗 自已奉紫红女士主诵之 辛丑秋月西山亦是普如写旧稿并记 卷末前盖了普如之印和旧王孙两方印 首卷的右下角 另外有一方普如四菱印 辛丑是西元1961年 那年普新于66岁 因此这幅画是他去世的前两年 在台北寓所凭着记忆所化成的 尽管已是晚年之作 但行笔落寞依旧挺拔镜秀 字里行间也充满了 对于昔日经历的深切怀念